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還未有章是否應該讓跨性別者 在美國軍隊服役的指導原則呈遞給川普總統 按照五國大樓制定的最後期限 馬蒂斯應在2月21日前遞交建議 川普在去年7月在推特上發表了一系列評論 希望禁止跨性別者在軍中服役 他說在與將軍已是軍事專家初商後 他下令武裝部隊停止允許跨性別者參軍 川普推文表示 美國軍隊必須精力集中取得決定性及壓倒性勝利 而不能為跨性別者造成的巨額醫療費用及干擾所內 聯邦法院駁回了特朗普提出的部分禁令 該禁令指在推翻奧巴馬政府的一項政策 該政策規定跨性別者可以申請加入軍隊 公開服務並且尋求醫療護理 五國大樓估計川普會在不遲於3月23日 宣布有關跨性別軍人的政策 隊伍法 Buttons